精神压力大怎么缓解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成格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主人医师 精神压力的话就是过大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自我的评估 我要评估一下 就是说我这个压力是不是 一个就是评估这个产生压力的这个事件 是不是客观群在自己应对不了 比如说这个考试我就没好好学 然后担心考试过不了 这种压力就是比较大的 是不是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事件的群在的压力 那这个客观事件的群在 我能不能改变它 这是我们要首先要评估一个 这样如果能改变 那我采取的方式可以这个压力 我把大的压力给它分解开 分解成几个小压力 然后一个一个解决这些小的压力 那我们的这样的压力呢也会减小起来 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就评估自己的能力 就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是否能应对这些压力 还有一种再评估一下 我的压力来源是真正的 是外界的事件给我带来的呢 还是外界的事件压力并不大 是我内心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 我们还可以寻求帮助 比如说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家里人遇到问题 来求助他们来帮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这种压力太大 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它 现实看我能不能换一个方法 比如说工作压力过大 我没办法应对这个工作 我也不喜欢这个工作 那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的环境 再调整一下 再就是我们在压力面前的话 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不要把压力看到像一座大山一样 大的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经常会遇到很多人的压力 自己造成的 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 心理负担带来的压力 现实刺激没有那么大 所以要学会评估和自我的矫正 但我们的压力过大 是否要到医院去 压力大不是病 只有你压力大了 带来了我们的心理问题 心理障碍了 比如说出现了焦虑症了 抑郁症 睡眠的问题 这时就要到医院里求助医生 医生根据评估诊断 才确定师傅需要进一步的 用药和其他的治疗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